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一安 在这个世界上 人人内心都存在着欲望 无论你是小孩还是老人 穷人或是富人 他都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你 很多人认为 欲望是人内心里 一种不好的物质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适当的欲望 能够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动力 让我们不会止步不前 口渴时 喝的第一口水永远是最甜的 可喝的多了 就会觉得这水索然无味 饥饿时吃的第一口饭 永远是最香的 可吃的多了 我们反而还会觉得肚子撑 在越过越漫长的日子里 很多人都会觉得 自己越来越难幸福 殊不知 一句大智慧的老话 便可以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过量的欲望 则会使我们失去理智 从而踏进黑暗的深渊 就像老一辈人所说的 人不亦豪 狗不亦宝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句话究竟是何意 古人 又为何会这么说呢 人不亦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前半句话 以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俗语背后的寓意 其实前半句话很好理解 就是字面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老一辈人会这么说呢 他们又是如何得来的结论呢 各中原油其实很简单 首先我们先看人不亦好 根据常识我们可以得知 越是身处高位的人 内心的欲望越强烈 就像是生活在贫困农村的人 每天能吃饱肚子 就已经很满足了 而身处在一二线城市的人 内心的欲望却不止于此 除了吃饱 他们还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 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就像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当贾家没有落败 他还是公子哥的时候 把金钱珍宝视为俗物 一致千金 正眼都不会瞧一眼 等贾家落败了 流落街头的时候 看见曾经关系要好的史香云 流落烟花之地 想要救他时才知道金钱的珍贵 除了金钱 这句话还可以用到别人的身上 当你对一个人太好 他会不懂得珍惜 长此以往下去 如果有一天你对他的好 超出他所能承受的范围 他对你则会比对待仇人 还要痛恨 这也就是久恩必成仇的道理 就像是唐素宗时期的李勉 自己曾经在开封当宪令的时候 曾经仗义相助 救下了一个囚徒 过了几年自己食运不济 流落河北 又遇到了那个囚徒 才发现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那个囚徒早已经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商贩 此刻 与昔日对自己有着救命之恩的礼贬重逢 囚徒自然是不由分说的 就把他接到家中 款待一番 等待厌霸之后 囚徒觉得 仅仅一顿饭 不足以报答他所受的恩情 于是 便因为想不到合适的报答方法 而整天闷闷不乐 此时在一旁的妻子 对于丈夫这几天的状态 是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于是 为了疏解丈夫内心的淤解 便想到了一个小主意 在一天晚上 她偷偷往菜里面下毒 正好被丈夫撞见 于是 丈夫便质问妻子 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怎么能够毒害他呢 妻子回答道 李公子对于你的恩情 非同小可 世界上所有的珍宝 都无法报答 唯一的办法 就是一命还一命 我又不能拿你的性命去还 为了让你不再烦恼 就只好干掉它 这样你们俩就两清了 囚徒听了妻子的话 思索了一番 觉得确有道理 于是就默许了 此时散步路过的李勉 恰好听到了二人的谈话 于是 为了保命 想了个推辞的理由 连夜溜至大吉 躲过了一劫 总之 通过上述例子 我们不难发现 当一个人的恩情 超过了他能够承受的范围 他无以为报 便会走歪门邪道 到最后 你的善意 便会变成要你命的杀吉 这也就是为啥老一辈的人会得出此结论了 狗不易饱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半句 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辅助的存在 它主要是为前半句话服务 以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俗语的意思 众所周知 动物和人一样 吃饱了就会打盹 犯困 而在过去 狗的职责 一般是 看家护院 所以 为了让他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 主人一般都不会让他吃太饱 让他感觉到有一些饿 他才能更加地有精神 狗不易饱 意思是 人你不能对他太好了 否则 他就不知好歹 得寸进尺 狗不能喂得太饱了 喂饱了 反而不看家 所以 要想日子过得好 凡事都要有个度 我们常说的 从来茶到七分满 留下三分是人情 便是关于适度最好的诠释 七分是倒茶的准则 更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分寸上的把握 人生有限 做人有耻 即使是与最亲近的人 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人生有度 过则为灾 相处之道 应淡如菊 用适度来维持关系 我们才能拥有最大的幸福 在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人也不可能得到所有 所以 要求世间快乐法 除了知足 再无其他 明朝有为叫胡九勺的人 家境很贫困 一面教书 一面努力耕作 仅仅可以衣食温饱 每天黄昏时 胡九勺都要到门口焚香 向天拜酒拜 感谢上天赐给他一天的清福 妻子讥笑他说 我们一天三餐都是菜粥 这怎么谈得上是清福 胡九勺满足地说 我首先很庆幸生在太平盛世 没有战争兵货 又庆幸我们全家人都能有饭吃 有遗传 不至于挨饿受冻 第三庆祝的是 家里床上没有病人 监狱里没有囚犯 这不是清福是什么 家财万贯 日食不过三餐 广下千里 夜眠仅需六尺 只有懂得知足常乐 我们才能真正过好当下 杨将一百岁时说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盼望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人只有一生 追逐太多欲望 只会身心疲惫 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 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 知足才能无忧 无忧才能心静 心静才能自在 自在才能发自内心的快乐 溺水三千 只取一瓢 知足便是最大的幸福 人不亦好 苟不亦饱 做人有耻 知足常乐 总之 这句话和前半句话 所想要传达的寓意 其实就是 赢满则亏的意思 毕竟得不到的 才是最珍贵的 一旦一个人 什么都得到了 他就不会安于现状 进而狮子大张口 而这样所导致的结果 对他自己而言 则会陷入欲望的深渊 对于对他好的人而言 则会引来杀身之祸 成为被恩将仇报的对象 结语 最后在理解了前文俗语之后 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竟然总结出 如此一针见鞋的俗语 让我们后人可以借鉴 避免重蹈覆辙 其实除了人的欲望 生活中任何东西 都不是越多越好 真正对于我们有益的东西 其实是适量的东西 所以在生活中 对自己我们要懂得知足常乐 对他人则要学会适度即可 此生幸福快乐地活着便好 愿我们走过半生 以适度为关系 想要的都拥有 以知足去放下 得不到的都释怀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 consid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